這個不是主導燃鬥機的問題 這是音樂熟的問題 如果去年的教會普查 你都能看到 過去五年香港教會的年輕人 年輕人真是五年中間 你不要動手… 不要動手 你報警… 我們已經報警了 你先不要動手 你現在不讓人走到你私人地方嗎 你現在報警處理 你不應該算好人的,好嗎 我們已經報警了 你報警,你不要再好人了 不公義在別處 公平應該是這個地方才有 公平公義名存心 剛才你說到五月大會決定了抽籤 但現在的抽籤變了甚麼 變了大衛飄的抽籤 變了西選的抽籤 變了小圈子的抽籤 發生甚麼事 有沒有經過諮詢 你講那麼多諮詢 有沒有經過諮詢 取決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門徒公義 回來第二節 和第一節做得太長了 所以這一節都會做短一點 因為現在新年了 今晚還要趕回去吃飯 這一節會繼續說回梁嘉倫院長這篇文章 不過會用另一個角度去分析 其實這一節主要是做給門徒的同工 一些梁嘉倫院長後中所謂的擊中改革派 或者一些不滿教會 批評教會的弟兄姊妹 我會說 如果 梁嘉倫院長這篇文章 我們可以這樣去解讀 就是說 差不多宣告了 過去這幾年 我們對於教會的施壓 我們對於教會的批評 是有效的 甚至乎已經令到香港教會去到一個所謂 眾退失據的局面 這篇就是梁嘉倫的文章 他可能不是有心 但是我覺得他不是一個聰明的人 他不是一個聰明的人 他在一個子女行間 去表達了這個訊息 所以其實對於我們這些所謂 擊中改革派來說 這是一件好事 我們再看回他的文章 他在關於教會輿論被政治 騎劫那裡 其實他是扣露了這個原機 其實要說回來 其實這一篇文章 如果我們看回他的行文 他的對象 不是寫給一般的評審圖看的 他是寫給一些香港的 現在在教會做一些牧師 傳導人 做領袖 那批人看的 他在文章這樣寫 跟好設教牧交談 他們 表達在這種惡性指罵的氛圍之下 感到中退失據 無所適從 做什麼事都要瞻前顧後 說什麼話都得欲言又止 免得吸野心捕獲 抓住把柄 然後放在網上攻審 有教牧更表示 如今 連強調全福音 舊靈魂也各氣短 必須不客氣地址出 出道數十年 我 從未見過在福音派的陣營裡 新自由主義與新包裝的社會福音的論調 竟如此高寒 而捍衛聖經權威和傳統教育者 竟如此歇羅 乖你壓倒真理 今天 教會 不能再理直氣壯地 談傳福音 建立團系 訓練門徒 推動教會增長 因為總是有人指責我們對福音 團系 門徒 教會的政治意義缺乏認識 所以是錯誤理解 歪曲真理 無視現實 今天 教會甚至連社會關懷和服務 也做得閃閃縮縮縮 因為總是有人批評我們 將社關變成全福音的手段 要求我們只做跟福音切割的社關 更有人批評我們只關心個別的貧窮人 規避了對蕭敏、貧窮和爭取社會公義的責任 在某些擊中革命者的眼中 制度上的徹底改革是唯一的出路 個別扶貧 只會間接鞏固這個不義的經濟分配制度 成為強權的幫兇 如果要罵的話 剛才第一節就已經罵了 所以這一節不會再逐點反駁 因為部分一已經反駁 這節純粹是用另一個角度去解讀 究竟梁演長在這篇文章 剛才我所讀的段落 他扣露了什麼信息呢 我自己也想說一件事 我自己也想說一件事 就是我們作為我們門同媒體 就是我們在這個批評教會 覺得教會在這個公義上做得不夠 甚至有很多教務去維穩 建制 甚至是引導送徒 在一個錯誤的方向去發展 我們當然是有很多批評 所以我們在過去一年裏 我們有節目 亦有很多不同的文章 去做這件事 甚至發動過很多不同的聯署 和行動 但是也必須要說一件事 就是當你長年累月 即是每個月 每個星期 每個日 每天去做同一件事的時候 你是會累的 即是人來的 大家都是人來的 你是會累的 而且有時候你也會不禁去想一件事 就是說 究竟今天我所做的事有沒有效的呢 是不是真正能夠 所謂推動到教會去改革 甚至帶來一些改變呢 還是說一切的事 其實都是往上打下飛機 最後是不會有任何的改變的 都是徒勞無功的 坦白說 有時候都是人 我們都是人來的 即是真的會有這種疲倦 或者會覺得很辛苦 甚至會有些 會問這個問題 等於現在 農曆新年期間 我們的同工 其實每一天都照常的 會有這個偏才 有報道 甚至好像現在這樣 今天年初四 一個公眾假期 我都要回來做錄音 特別去錄音 就是推這集 做這麼多事情 花了這麼多力 為了什麼呢 最後是不是真的有果效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說真的 有時候真的會問這些問題 有時候難免會有這種所謂的懷疑 但其實 我現在可以跟大家說 梁家倫院長告訴你 他們自己都覺得中退失據 因為他們自己都感覺到無錯識從 他們看到我們的批評 他們聽到我們對於他們 教會那種的指責 亦都在懷疑自己所做的事情 究竟是對不對的呢 如果像梁家倫院長這篇文章所寫 他們覺得現在做任何事情都要尖前顧後 說什麼都要欲言幼子 免得被人抓住把柄等等 當然 如果你做回你應該做的事情 做回一個牧師 做回聖經所教導你要做的事情 我們不會每次都會罵你 你又不見我罵林國章牧師 我們甚至請過他上來做嘉賓 分享他如何露宿者的事工 我們也請過沖天教會 請過陸小教會一些負責人上來 請他們分享一下 他們在社會行動上 在神學的教導上的一些工作 你又不見我們批評他們 因為他們真的正在做上帝教導他們要做的事情 我們不是亂批評 我們批評是因為你真的做一些事情 不看聖經的人都看不過眼 所以我們真的做到事情 我們過去一年裡 對於教會或教會的施壓 原來真的令到他們感受到有壓力 梁家倫院長是這麼說的 即是一些教育他們說 現在都感到重退失據 無所釋從 做什麼事都要尖前顧後 說什麼都要欲言 又指免得給野心捕獲 捉住把病 然後放在網上 無所釋從無情的公審 會是 可能有一些大英子 會覺得 是嗎 又看不到 教會有這麼大的改變 或者教目突然好像 所謂改邪歸正 但其實大家想到的 大家想到的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在過去這一年裡 香港有多不同的選舉 即是新界東有補選 立法會有選舉 甚至在所謂選委抽籤 我們已經很少再聽到 有一些教目 很公開地發表一些 要支持 建制派 或者民建聯 那些的言論 即是不像2008年 不像2012年 有些教會的教務 很公開 很高調地 甚至會呼籲他們的送中 就說 大家投票 要支持梁美芬 或者陳茂波等等 我們都 上一年很少去聽到 不說沒有 是有的 等於在九月立法會選舉的時候 聖陳那位的長老 曾經支持過何君堯 當時我們門徒媒體也有去報道過 何君堯 那些教務 在他們內部的 WattApps 群組 都會要求 一些會員 或者會友 學員 等等 投票的時候 考慮一下 候選人 他們在同性戀的議題上 表態 或者立場 這些私下的 各個人了解 都還有 但是 去年那種情況 已經不像在 2008年 或者2012年 選舉的時候 這麼猖狂 那時候的教務 覺得 呼籲一些信徒 去支持建制派 投票民建聯 是沒有問題的 會是 但是 起碼去年的時候 他們都收斂了 可能他們的心 是這麼想 但是 見到 咦不是啊 我們原來的反應是這麼高的 也會收斂一下 不會像 梁永善那種人 梁永善在剛剛過了 所謂選委的選舉 還去呼籲一些人 教育界的選民 去投票 給一張所謂建制派的名單 都被我們 無論是在這個報道 或者是在節目裡面 都口誅不發 梁永善那些都還沒有死 會是 但是 我相信 我相信就是說 雖然我們暫時 見不到有些什麼很明天 所謂改邪歸正的事情 但其實 可能我們過去幾年所做的事情 我們對於這些教育的監察 或者對於他們的批評 已經令他們收斂了很多 否則 會更加離譜 而 另一個好消息 就是說 院長藉著這篇文章 告訴我們 原來 現在的教育 對於我們 對於他的指責 和施壓 是完全沒有負的 你看回他 在路向沉沉的寫 他如何去勉勵牧師 或者教育 他就說 和大家說 我們只能夠這樣做的 就是要重新 堅持回我們 對於聖經 和教義的認同 和重新建立 對於上帝 和福音的信心 和勇敢些 去宣告 教會的使命 要沉住氣 專注傳福音 發展教會 即是梁院長就跟教育 講 你可以想像到 現在外面 這麼多人在攻打我們 我們又真的做得太差了 他們指責得對的 那怎麼辦呢 看到這些網絡上的 一些批評 和意見 大家就不要看了 大家就關掉手機 不要看 不要上Facebook 那些什麼 門徒公的節目 不要聽 不要聽 掩著耳朵 我們要沉住氣 勇敢些 要對上帝有信心的 那做些什麼呢 就繼續傳福音 發展教會 其實另一方面 就是用我的屬於說 他們沒有負責 完全沒有辦法 他不是想怎樣去回應 或者去反擊我們 因為沒有辦法 他發覺我們罵的事情 全部都是對的 怎麼反擊呢 所以他已經放棄了 已經跟教徒說放棄了 我們不要想怎樣去反擊他們 甚至不要想怎樣去回應 總之我們沉住氣 勇敢些 對上帝有信心 做回我們現在做這樣的事情 就算數了 所以其實這一段說話 對於我們這些所謂的 擊中改革派的信徒來說 是一個好消息 原來我們在過去一年裡面 我們所付出的努力 是沒有白費過的 我們所寫的文章 我們所做的節目 甚至乎我們在不同的平台裡面 大家在不同的平台裡面 所做的一些發聲 或者例如去年 有些信徒曾經就著反釋法 做過一些聯署聲明 即是用中派人的名義 做過一些聯署聲明等等 這些行動 其實教會是知道的 教牧是知道的 牧師是知道的 全隊是知道的 他們是看到的 他們可能口沒有說到 或者他們沒有公開去回應 但他們是知道的 他們聽到的 他們也看到的 而這些事情 是給了他們壓力的 他們會想一下 在他們做傳福音 在他們搞團契 做門訓 搞教會一些不同的報道會的時候 他們會想一下 咦 原來現在 我們所做的事情 是得不到 第二兄展會的支持的 甚至有很多的批評 可能他們一時之間 未必我們在外在 我們在外在 看不到 那種有什麼突然之間的改變 正如做改革的時候 我們見不到 立刻的改變 大家都知道 例如說宗教改革 今年是宗教改革的五百周年 其實宗教改革也是用了幾十年 超過一百年的時間 才慢慢發生 那件事是一個醞釀期的 不是 不是說馬丁路德 突然之間 在教堂貼了九十七條出來 然後一夜之間 嘩 整個歐洲的天主教會 就變天 不是這樣的 我們知道 在之前所謂有改革的先鋒 做了很多的工作 然後才到馬丁路德的時代 才叫做開花結果 其實 很多改革或改變 不是說一時三刻 立刻就會在表面上發生 是需要一個醞釀 需要一段時間 去演化 演變等等 我也感覺到 雖然 在那幾年裡 我們對於教會有很多批評 很多批評 出於不同的理由 我們有些人覺得 教會是還不可以改革的 我們也覺得 教會是不可以改革的 不能夠用這件事 作為一個目標 但是 現在 梁院長這篇文章 就告訴我們 其實 教會是感受到壓力的 甚至 教目 他們都變得協弱 就像院長所說 捍衛聖經權威和傳統教義者 竟如此協弱 這是他數十年以來 都完全未見過的情況 你看看 連我們的對手 我姑且這樣形容 只是我做個比喻 兩軍在打仗 對我們的對手 竟然這樣示弱化 告訴我們 他們的陣營的人 現在都士氣低落了 已經進退失去了 迷失了方向 其實 是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這批所謂的改革者 一些所謂的 所謂的擊中改革派來說 是一個好消息 我甚至形容為 這是對於我們門徒 過去一年裡的一張成績表 好 我們過去一年裡 我們所推動的信和啟蒙 我們對於教務的批評 我們所推動的那種 就是反對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今天 梁家龍 就在1月號的 建道神學院院長的話 他就用這篇文章 迷失方向的香港教會 告訴我們所有的同仁 我們過去一年裡 真是做到事情 這批香港教會的牧師 傳導人 真的感受到壓力 雖然我們現在未必 立刻可以看到 教會有什麼很明顯的改變 但是 如果我們相信 梁院長 他所分享的這些現象 的時候 我覺得 對於一些所謂的改革者來說 對於反對派來說 這是一個好消息 我們應該堅持去做 我們應該繼續去做 我們應該繼續去鮮壓 我們應該繼續去發聲 我們應該繼續去寫這個文章 去繼續令到香港教會的教務 甚至令到陳 去知道這些聲音只會愈來愈大 這些批評只會愈來愈多 除非教會有些很明顯 我們看得到的改革 或者一些回應為止 我覺得 在2017年 即是在這個所謂的雞年 在新年、新年的開始來看 其實這是一個 在某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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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好消息 絕對是一個好消息 好 今天的節目都差不多了 最後我們有一個簡單的討稿 創道天理的上主 在這個新年的假期裡 我們都迎來了一個消息 我們都相信一篇 凡事我們都可以用兩個角度去解讀 在這一方面 我們看到梁嘉倫院長這篇文章 我們會有很多的不滿 我們會有很多的抗拒 甚至我們會有很多的反擊 但在另一方面 當我們願意放下我們自己 我們願意用另一個角度去解讀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今天 香港教會的真相 就是 原來在過去一年 過去幾年裡 信徒的聲音 信徒的一些意見 其實教務是感受到的 他們也是感受到壓力的 但是我們未必立刻可以見到一個改革 我們未必立刻可以見到一些很明顯的改變 但是我們希望這些事情會持續下去 我們也願意向上主帶領 讓我們在這個改革當中 今年是香港適逢這個宗教改革的五百周年 而我們在年底也會有一場大型的報道會 我們也不知道應該如何回應這些事情 求主帶領我們 因為我們的確是看到 原來今天香港的教務 已經受到這些壓力 香港教會可能已經去到一個 非要改變不可的交叉點 我們肯求主來能夠去帶領 我們簡單而不完全 除了討告奉靠主耶穌基督 得神明志而寄求 阿摩 我叫劉日章 而選威會其實也是一個選舉的機器 教徒以基督為元首 並不是地上的君王為首 如果明年特首選威 只有建制派的人參選 我實在容忍不到自己投給一個選舉的機器 如果真的投給建制派 我對不起神 對不起人 因為我在不義之中 無法作炎作光 最後我懇請其他 已經報了一名基督教選委抽籤的人 響應門徒的呼籲 參加黃絲帶行動 一起告訴非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不會淪為選舉機器 助奏為 大家好我是謝詠文 來自宣導會會幕堂 今次我參加基督教選委的抽籤 是為了支持非建制的候選人 因此如果我抽中成為基督教選委 將會提名非建制的候選人 而現在投票的時候我將投下白票 抗議這個小圈子選舉 希望自同道合的你 如果都成為這個基督教選委的話 都可以考慮這樣做 我是黃美鳳 香港基督徒學會的社會目跡幹事 在這裡呼籲我們為基督教選委 在公布名單之後 如果是建制派當道的 我們就立即投白票 杯葛選舉 我們應該要棄席的原因是 我們不應該為特權小圈子選舉作背書 現在我們基督教選委 這一種的參與是支持了特權階級 所以我們應該勇於和無權無票的人同行 在權力和秩序應該要為公義而服務的時候 我們基督徒應該是捍衛公義 反對小圈子特權 而我們更加不應該為政府去做協調的工具 或者是維持這個政治的特權的一個工具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一定要投白票 大家好,我是散後基督徒盼望行動的黎偉賢 如果你們又是這麼幸運 被抽到成為基督教實籍選委的其中之一 我希望你們能夠投白票 以示對這個小圈子選舉的不滿 我是雷志恆,是尼迪基督徒的社工 在這裡呼籲基督教選委抽籤的參加者 在明年特首選舉的時候就投白票 我們基督徒應該率先放棄特權 去杯葛今次的小圈子選舉 以及我們去杯葛這些小圈子選舉 我們率先放棄特權透過投白票 亦都避免有政治分贓的嫌疑 我們基督徒一起努力去杯葛今次的選舉 去張顯慎的公義 我是九龍城浸信會的羅健聰 亦是有份參與基督教界選委抽籤的一份子 一直以來 中央政府都不讓香港人擁有真正的民主 普選行政象官 繼續以1200人的選委會去選特首 我們更加不應該去參與這場不公平 不公義的小圈子選舉 如果我中籤的話 我是不會參與這一次的投票 棄席抗議 我亦都呼籲每一位 如果你們是有機會中籤成為基督教界選委的話 請你們都棄席去反對這場小圈子選舉 各位你們好 我是俄羅斯東正教會的佐治 我希望各位基督教選委 如果在拿到一個議席的時候 大家可以考慮在刊獻之後棄席 沒錯 如果投白票這個建議 可以引起到社會的關注 但是如果在刊獻之後的棄席 得到一個關注 可能性會更加大 因為在刊獻之後的棄席的話 協進會一定是要用一些措施 或者一定是按照常理 它要去再補選才行 這個會是為協進會帶來一些問題 也是可以再次引起到社會廣泛的關注 所以在這裏 希望大家接納小弟的建議 是在刊獻之後棄席 不要為自己說 我會否立刻表頭 或者按照自己的議員去點頭 譬如說 希望大家放下自己的意見 或者對其他成見才會大局著想 希望大家聽聽我的呼籲 多謝大家